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当花纹蛮准备收拾小狐狼的时候 不曾想尽被平头哥抓住机会挣脱了束缚 这货刚才差点没被活活勒死 气急败坏的平头哥还没等花纹蛮反应过来 直接就反手对其展开了疯狂攻击 随后平头哥准备将淡水花纹蛮打包带回家开开 与此同时 听到动静的另一只小狐狼也快速向着这边跑来 打算和同伴一起帮忙把花纹蛮给抢回来 但是社会我平头哥什么样的大场面没经历过 他完全没把两只小狐狼放在眼里 平头哥一边拉扯淡水花纹蛮一边还在和小狐狼展开对战 而现在淡水花纹蛮被负受敌一时间陷入了危险的处境 他不但要对付平头哥的钢牙力争 还要躲避两只小狐狼的疯狂饲养 这简直太难了 淡水花纹蛮就这样被双方反复的折腾 最终他也因为体力不支变弃绝身亡倒在了地上 现在就是平头哥和小狐狼之间的斗争 别看小狐狼占据数量上的优势 但是他们生性胆小只会干偷鸡摸狗的事 根本不敢和平头哥硬杠 要知道平头哥血液里流淌着与生俱来战斗的天性 就连草原一哥雄狮都不放在眼里 更别说是眼前的狐狼 紧接着平头哥快马加鞭 拖着淡水花纹蛮向着旁边的密林走去 但是没有得手的小狐狼 显然不想放弃这顿到嘴的美味 趁着平头哥拉拽的同时 又上去抢夺淡水花纹蛮 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小狐狼还是没敢再进一步放肆 眼看平头哥马上就要发飙 这货扭头便逃跑了 不得不说平头哥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小狐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狐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